二月一號晚上金融市府人員和警方夜襲 強闖東岸NAT商場被質疑違法 引發軒然大波 如今更爆出前一晚金融市長謝國兩岸 曾兩度作證指揮 NAT律師曝光照片 一月三十一號晚間十點多 只見謝國兩岸穿著黑色西裝外套 白色T恤現身基隆市府前 市府發言人余志明隨行 以及多名警察進入市府開會 沒有指揮警察去配合這樣子的事情 的確是有一些簡報有討論到 詳細的部分會由發言人來回應 警察去夜床 槍場 這個背後是被他下列 儘管謝國兩任了 搶闖前又聽簡報 但其餘全交給發言人回應 OT契約的第十二條 市府是可以進行取回資產的 市長參與交通處的會議 也是為了瞭解這過程中的釋法性 而並非是外界所指控是市長 而Nette律師再開嗆 槍創前謝國兩開會 到底作何指示 到底當天是基於什麼樣的指令 開了什麼樣的專案 逼迫他們得要站在極限 來去做這些違法的事情 他們提出法令的依據 跟裁判上面的依據 再破壞我們的秘書法制 二月一號夜席被質疑依法無懼 律師黃定更以二零一二年 前金融市長張通榮 關說酒駕案遭判刑為例 認為過去的張通榮案 因見不遠 謝國良要求警察去進入 Nette的處所 卻沒有給予法律上面的相關令狀 張通榮因見不遠 謝國良淪為張通榮第二 就用東岸商場爭議 從二月一號警方與市府 強闖夜席開始 至今將近一個月 還扯出產權移轉案外案 雙方繼續各控虎槓 三選林正和黃昱凡侯 採用台北嘉義參謀的